高雄迄今 昨天下午突然間 出現了白霧從海面上飄向了陸地 民眾拍下來畫面PO上網 由於民眾說了 就是颱風浪的浪霧 但市下專家指出說 這是因為水氣偏多 再加上颱風摩羯外圍環流的影響 把低雲霧送上陸地 在跡象學上並沒有浪霧這樣子的說法 而在屏東則是有民眾目擊到大浪 相當的驚人 放眼看過去陸地被霧籠罩 白茫茫一片能見度相當低 別說想看清楚人臉 就連原本清晰可見的燈塔 都消失在霧裡面 民眾6號下午在高雄奇襟 拍下這個畫面 PO網發問整個不灑灑是怎樣 有人說很像世界末日有點可怕 當地漁民則說 這是颱風來臨前的浪霧 不過專家解答 是受到摩羯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水氣偏多啦 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海面的風浪比較大 西南風吹過來的時候 而除了高雄奇襟 在屏東小琉球 六號也被民眾目擊大浪 一波一波大浪拍打上來 高度至少超過一個成人身高 看著好嚇人 這幾天為了參加小琉球 銀王祭東流線爆滿 當船前民眾還開開心心 當船後卻幾乎笑不出來 因為風浪實在太大 火急颱風導致風浪增強 但銀王祭人潮不減 加上正好遇上假日 東流線加強疏運 雖然暫時不影響航行 不過天氣不穩定 民眾外出還是務必留心 自身安全 記者高雄屏東綜合報導